至今仍被收藏在克雷蒙娜国际提琴制作博物馆内 她的名字叫高彤彤 自己的作品精神终于能够在台上被演奏家们所使用 而且得到观众的认可 不断地做过人观众 更多的被世界级的大师所学用自己的作品 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说起高彤彤学做琴 那还是在1982年 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 全国上下都在以女排为榜样的时候 15岁的高彤彤凭着一种冲动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 转而报考了小提琴制作绩效 学习小提琴的制作 那个时候好像是在82年的时候 也正好是我选择从提琴制作学习这条道路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通过报纸 然后得知我们一个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胡坤了 那么他去参加西别流斯的小提琴演奏比赛 那么最后他没有拿到金奖 那么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演奏水平比别人差 而是好像是因为他的这个小提琴没有发挥出真正的音色 也就是说吃亏在了琴的上面 这件事对我确实述动很大 抱着为国争光为中国人做出自己优质小提琴的想法 高彤彤在三年后又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专业 1991年他以提琴专业总分第一名的成绩 被派往文明渔市的意大利克雷蒙娜国际提琴制作学校深造 这里的教学方式对高彤彤的提琴制作理念是一种祈礼 在克雷蒙娜让他最感幸运的是 在课堂之外他能有幸成为当今提琴制作教父级人物之一的莫拉西的学生 在提琴制作的过程当中 琴头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复位是我很喜欢制作 因为它里面的线条很丰富 特别是线条的旋转性很强 每个制作家们他们在制作琴头的时候的风格都各异 另外他们通过琴头线条的流畅性旋转性 那么来体现出制作者的个性 在学习手工制作小提琴的十年后 高彤彤在同行中拖延而出 特别是95年在意大利第五届全国提琴制作比赛中 他的作品同时获得三个金奖 次年在波兰第九届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得同奖 这是自57年该奖比赛举办以来 中国人首次获奖 而高彤彤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改善国内演奏家们手中乐器的质量 我们的演奏家们和国外的一些演奏家们 有些比较从技术上比较起来的话 是不相上下的我个人认为 但是他们的乐器和他们的演奏水平来相比的话 那么这个水平相差的就太远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演奏家们他们手中的乐器 不适合他们作为这种国家级演奏团体里面的演奏者来使用 有待于提高 在这刀剧生中高彤彤不辞辛苦 接近全力 用他的话说 这是对秦的尊敬 也是对拉齐人的信任与回报 我觉得对于一个制作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他怎么样去做人 我觉得艺术的这种东西 很多都是有做人的道理在里边的 如果一个人做人做得很好 那么他的能够在他的作品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而且也更容易被大家能够接受 这是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 高彤彤说 作为一个小提琴手工制作者 必须要具备很广泛的专业知识 和深厚的音乐文化底蕴 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尽善尽美的小提琴 好 下面是广告 广告之后请您进行